这个功德一直在影响了世界 各位要抓住这个道理 吃肉醉果同杀生 蔡小姐的舅舅很喜欢打猎 蔡小姐小的时候 她舅舅就经常拿着枪去打鸽子 咦 小莉 那不是你舅舅吗 你舅舅背着一支枪要做什么 我舅舅最喜欢打猎 不知道她又要去哪里打猎了 舅舅 你要去打猎啊 是啊 你们在这里踢箭子啊 好好的玩 别乱跑 舅舅 今天你要去哪里打猎呢 那边 这阵子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群鸽子 我要去打几只回来 舅舅 我和你一起去打鸽子吧 你总是嘶嘶嘶嘶 会把鸽子吓跑的 你就在这里玩吧 等我猎到鸽子 晚上再猪给你这个贪吃鬼吃 好了 我走了 哼 每次都不让我去 我也想看看怎么打鸽子 这阵子 我们悄悄地跟着去看看吧 是啊 是啊 我们去看看吧 嗯 好 不过我们要小心点 可别被我舅舅发现了 好多鸽子哦 看来今天会大丰收啊 好漂亮的鸽子啊 它们好可爱哦 是啊 老师说过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哎呀 你看 你舅舅把枪举起来了 它要打死那些鸽子了 不行 我不能让我舅舅 伤害这些可爱的鸽子 我要去救它们 我要去救它们 嘿嘿嘿嘿 好机会 快跑啊 鸽子 你们快跑啊 哎 小丽 你在做什么 不是让你不要跟着我吗 哎呀 你舅舅生气了 我们赶快跑啊 为了打到鸽子 三个孩子走后 舅舅仍然守在那里 静静地等待着鸽子再次飞回来 这几个顽皮的孩子 把鸽子都吓跑了 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再飞回来 还是耐心地等等看吧 过没多久 那群鸽子又飞了回来 嘿嘿嘿 好机会 哈哈哈 打到了 带回家煮来吃 舅舅把打来的鸽子拔毛抛覆 然后放在油锅里 做成了炸鸽子 哇 好香啊 你呀 我打鸽子的时候 你却把鸽子赶跑 但是等到鸽子炸熟了 吃的最多的也是你 蔡小姐渐渐地长大了 她结婚成家后定居在香港 然而蔡小姐的身体 从小就比较虚弱 总是觉得身体冰冷 她的丈夫便买了狗肉汤 来为蔡小姐补身体 老婆 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我知道最近你总是身体冰冷 所以就买了锅狗肉汤给你吃 要知道在秋天吃狗肉 可以帮助身体的循环 增加身体的热量 哎呀 想想小狗是那么的可爱 这让我怎么吃得下啊 你呀 想这么多做什么 反正这条狗又不是你杀的 嗯 说得也对 然而蔡小姐的身体 却越来越差 经常感到身体冰冷 而且经常做噩梦 因此精神也越来越差 蔡小姐 你的气色最近怎么越来越差啊 哎 别提了 最近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总是感到冰冷 我吃了不少狗肉汤 也没什么效果 啊 你说什么 你最近吃了不少狗肉汤 是啊 怎么了 秋天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吃狗肉汤 来增加自己身体的热量吗 哎呀 蔡小姐 你想想小狗多么的可爱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我们怎么能吃它们的肉呢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再想一下 这些狗又不是我杀的 于是便心安理得了 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虽然你没有亲自杀害这些众生 但这些众生却都是因为你要吃肉才会受到杀害 所以你犯下的罪业和杀生是相同的 你从小身体虚弱 一定是过去曾犯下过罪业而遭到了果报 原来是小时候吃了那样多的鸽子所造下的罪业啊 师姐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啊 你现在只有放生 护生 吃素忏悔 才能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啊 从那以后 蔡小姐知道了吃肉的罪果等同杀生 她便开始吃素 忏悔 还经常参加放生罚会 像那些过去被她吃掉的鸽子 小狗们忏悔 伯乐像马的故事 伯乐本名孙杨 生于春秋时代 他非常擅长鉴别马匹的优劣 对马的研究特别出色 而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名为伯乐 所以大家便称孙杨为伯乐 咦 伯乐来了 得让伯乐来看看我的马 只要他说好 我的马今天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的马也得让伯乐看看 伯乐先生 让您瞧瞧我今天这匹马怎么样 能卖个好价钱吧 让我来看看 伯乐先生 我这匹马不错吧 是匹千里马吧 千里马 你这匹马跟千里马比可差远了 你这匹马只能拉车中地而已 哦 怎么搞的 竟然是一匹破马 伯乐先生 那您瞧瞧我这匹马如何 好的 嗯 这匹马还行 这匹马多少钱呢 我买了 我也要 我也要 我愿意出更多钱来买 别急别急 因为谁出的价钱高 然后我就卖给谁 嗯 唉 有一次 楚王召见伯乐 吩咐他去寻找一匹能日行千里的骏马 伯乐先生 本王想买一匹能日行千里的骏马 听说先生您善于像马 你愿意为本王选购一匹良鞠马 大王 我非常乐意为您寻找千里马 只是千里马世间少有 找起来可是非常不容易 需要到各地去寻访才行 这我知道 你不必着急 慢慢找就可以了 大王 您放心 我一定尽全力为您找一匹千里马 为了寻找千里马 伯乐走遍了好几个国家 仔细寻访盛产明马的验照一带 寻找得非常辛苦 但始终没有找到忠意的良鞠 伯乐先生 是来寻马的吗 是啊 我奉楚王的命令来选购一匹良鞠的 伯乐先生 您看看我这些马 这些马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您一定可以找到忠意的良鞠 我看看 伯乐先生 怎么样 嗯 你的这些马的确是不错 我就说嘛 我的马平平可都是千里马呢 你的马虽然不错 但是比起千里马还是差得远了 啊 哎 找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千里马 这下子要如何向楚王交代呢 嗯 快走 你这匹破马 怎么走得这么慢 这 这真是太好了 当伯乐走近那匹马时 那匹马看到伯乐后 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 大声的嘶嘶 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似的 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这匹马不正是我苦苦寻找的千里马吗 找了那么久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找到了 这位朋友 你的这匹马可以卖给我吗 你要买我这匹破马 你瞧瞧 他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要他做什么呢 这匹马用来拉车 的确不如普通的马 但这匹马若是在战场上职场 任何马可能都比不上他 你将他卖给我吧 如何呢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要 我就卖给你吧 伯乐买下千里马后 便直接回了楚国 你快禀告楚王 他要的千里马 我已经找到了 伯乐先生 您找的那匹千里马在哪啊 就是这匹啊 伯乐先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匹是千里马 我看随便一匹马都比他强 你懂什么 快去禀告楚王 好 我这就去 我给你找了个好主人 以后就不必再拉车了 可以在战场上职场帮你的主人建功立业 真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好马呀 伯乐先生 听说你找到千里马了 是的 大王 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 请看 大王 伯乐先生说这匹兽马就是千里马 伯乐先生 我是相信你看马的能力才让你去寻找千里马 可是你买的这是什么马 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 还能上战场吗 就什么 大王 您看这匹马这么瘦 风一吹就会倒的样子 这样的马怎么能上战场打仗呢 大王 这的确是匹千里马 因为它一直在拉车 又没有好好饲养 所以看起来很瘦 只要精心饲养不出半个月 一定能恢复体力 啊 不出半个月就能变成一匹粮居 是的 大王 这怎么可能啊 我看伯乐先生一定是找不到千里马 才随便买了一匹破马回来交差 大王 我愿意以性命担保 如果半个月后 这匹马没有成为一匹日行千里的粮居 那我愿意接受大王您的任何处罚 好吧 伯乐先生 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你好好照顾这匹马吧 多谢大王 半信半疑的楚王 给了伯乐半个月的时间来饲养这匹马 而伯乐在这半个月里 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它 多吃点 马无叶草不肥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夹菜的 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 哪来的马鸣声 大王 半个月过去了 想必是伯乐先生带着那匹马回来了 嗯 走 我们出去看看 大王 我可不相信 伯乐只用半个月的时间 就能把那匹兽马变成一匹千里马 好独猛 真是生如大舟 池上云霄啊 是啊 的确是比之前响亮多了 这 这真的是那匹兽马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哪 多漂亮的马呀 大王 我按照约定 进行照料这匹马 它现在已恢复体力 日行千里 绝对没有问题 好马 真是一匹好马 大王 请您骑上去试试看吧 好 这 我的天哪 这匹马跑得比疯还快呀 楚王只觉两耳声疯 一会儿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 正如伯乐所说 这真是一匹运行千里的好马 一瞬间已经跑这么远了 这可真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千里马 伯乐先生的眼光果然厉害 后来 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 立下不少功报 楚王于是对伯乐更加敬重了 在无锡 有一位名叫薛子兰的人 他特别快鲸鱼 自己也有饲养鲸鱼 这位先生 你看看我的这些鲸鱼 多漂亮啊 要买吗 嗯 你这些鲸鱼的确不错 我要这只 这只 还有这只 好的 我这就帮你装起来 薛先生 又在这里看鲸鱼啊 哈哈哈 你们来了 你们快来看 我今天刚买了几只鲸鱼 瞧它们多漂亮啊 嗯 的确不错 看来薛先生今天收获不少啊 薛兄娘的鲸鱼个个精神饱满 火力十足啊 咦 这条鲸鱼怎么动也不动呢 我来让它动起来 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不动呢 这条鱼是我今天刚买来的新品种 是不是吃不惯心的鱼饲料呢 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条鱼可能养不活了 啊 那要怎么办啊 这条鱼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只 薛先生也不必着急 听说金鱼喜欢吃红虫 你怎么不去抓一些红虫来喂它们看看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抓红虫来喂养金鱼 我看这不太好吧 为什么 红虫好歹也是条生命 如果你抓来喂养金鱼 那可是杀生啊 不就是红虫嘛 红虫就应该是给鱼吃掉的 这怎么能算杀生呢 你呀 几条红虫而已 没那么严重了 就是嘛 明天我就去抓些红虫回来 第二天 薛斯兰就去池塘边捕捞红虫 回家喂养金鱼 真没想到这里的红虫这么多 太好了 今天我的金鱼可能好好饱餐一顿了 年轻人 你要这些红虫做什么呢 我是要抓来喂鲸鱼的 年轻人 你不能这么做啊 为什么呢 身上的生灵都是不能随意杀害的 要知道杀生是很严重的罪业 你看看这一桶的红虫 那是多少条生命啊 你伤害这么多的生命 是会遭到报应的 哈哈 老人家 我不相信有因果报应这种说法 好了 我要回家了 我刚将红虫放进去了 快看看 它动了 它开始吃食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 我还没见过不喜欢吃红虫的金鱼 有喜欢吃的东西就好办了 小金鱼 我以后就天天抓红虫来喂你们 薛先生啊 你喂一次鱼就要害死几十条的命 这样做真的不好啊 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会遭报应的话了 我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因果报应 从那天起 薛泽兰每天都会到池塘捕捞红虫来喂养金鱼 仅仅几天下来 他所抓的红虫已不计其数 有一天晚上 薛泽兰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啊 你是谁啊 薛先生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恳求你 希望你能答应我 什么事呢 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池塘里 一直平安无事 可是最近几天 您为了饲养你的金鱼 薛先生 竟天天去池塘捕捞我那众多子孙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 啊 难道你就是红虫 嗯 啊 我怎么会做这样奇怪的梦呢 肯定是我那朋友整天在说 杀害红虫会遭报应之类的话 所以 我才做这么奇怪的梦 嗯 一定是这样的 薛泽兰做了这个怪梦后 仍不以为然 依旧天天去捕了红虫 喂养金鱼 我好心提醒你 不要再来伤害我的子孙 没想到 你不仅不思悔改 却还天天来捕杀我族 今天 我就要为我的子孙报仇 哎呀 哎呀 好痒 好痒啊 我受不了了 薛先生 薛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看 有好多红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 哎呀 痒死我了 红虫 哪里有红虫啊 薛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 难道薛兄这是因为杀生而遭到红虫报复 啊 还会有这种事情 痒死了 痒死了 你们两人快帮我抓身上的红虫啊 好多红虫啊 啊 薛泽兰一直用手抓自己的身体 直到他抓得遍体鳞伤才痛楚难忍的死去 杀生终究会遭到报应 薛泽兰一直不听劝 今天还是逃不了恶业的反扑啊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致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腾请护持慈悲行动 护持弘法 培育僧财 僧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 清寒助学 急难救助等之社会慈善公义 护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拨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209-688 012-001-209-6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无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 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03-989-8787 或E-mail live tv.net at msa.inet.net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海外护质账号如下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为敏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 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 佛母准提陀罗尼 若有四众受持此咒 满九十万便 无量节来 五无间等一切诸罪 西皆灭除无余 所在深处 皆得直欲诸佛 所有资具 随意充足 数得成就 无上菩提 修持准提法 蒙诸佛庇佑 光明广片照 灭罪征服会 恭请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4月27日星期二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两点 念佛共修 即准提法修持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现场费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谢 禅修可以产生了解及悲悯 提升生命品质 为我们自己及周围的人 带来自由安享喜乐 所以希望各位禅定波罗蜜一定要有 你要用动中禅也可以 你要用静中禅也可以 但是就怕你不用脑筋 事实上禅修就是用你的脑筋 止观 调伏自己的心 然后深入的观察 然后看到真相 所以众生都是我的母亲 虽然他骂我 但是他将来更苦 我如何帮助他们 产生了解跟悲悯 了解就是智慧 缘起信控 悲悯就是慈悲 然后我们就会朝着 悲至双云这条路 叫生命的品质 对自己 对周遭的人 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周遭的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